香柳的爱是低调的,其实她对小妖的包容,比任何人都要强,爱一个人要学会放手的真理,她算是彻底悟透了,可能早就知道自己无法给小妖一个安稳的人生,所以香柳只会在合适的时机出现,每次看着小妖,渴望能从对方眼神里得到一丁点特殊对待的她,却生怕小妖真的爱上自己,所以从来都是做好事,不留名的主。 小妖灵力低微,在这乱世中,小妖自保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,的确,小妖制毒很是厉害,但惩罚一些小魔小怪也就罢了,万一真的遇到危险了,还是需要一些武力值的,所以香柳便找了全天下最好的铸造师,集齐了各种难得的材料,专门为小妖打造了一把衬手的兵器,本以为她会亲手送给小妖。 谁知道了弓箭完工的那一日,她竟突然反悔说不要了,后来小妖在遭遇梅林刺杀,九死一生之后,浩灵王这才想起了要为女儿打造兵器,好巧不巧的是,她请到的人,竟然跟香柳请的人一模一样,对方便直接借花献佛,把弓箭转手给了小妖,说是只有九头腰的血,才能让这把弓箭认住。 那时候小妖才明白,原来香柳背着自己,悄悄寻人在打造弓箭呀。 回到陈荣府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寻找香柳索要三滴血。 然而小妖不知道的是,自己身体里也有九头腰的血,因为当年香柳救她,用的就是治纯的心头血,他们的血液早就融为一体了。 而香柳也大方,直接送了小妖两滴血,最后一滴,则是用小妖的血认主成功的。 看着小妖开心的模样,香柳心中不知道有多欣慰。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,那日小妖想让弓箭认主之时,香柳竟然穿着一身红衣就来了,她可是九头蛇。 向来不喜欢那些五颜六色的衣衫,总是一身白衣现身,即便是伪装防风贝,也不会穿如此扎眼的衣服。 可唯独弓箭认主那次,香柳把自己穿得跟新郎官似的,两人彼此心照不宣地用共同血液,让弓箭认主,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定亲呢。 香柳从来都不稀罕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,尤其是面对小妖的时候,就跟没长嘴似的。 可她总是用行动证明,自己是深爱小妖的,即便是送礼,也是别别扭扭地让他人转交。 让礼物认主的那一天,愣是穿着一身红衣,就像是要把自己嫁出去一般,看着小妖有了自保能力,她也会跟着开心。 总觉得小妖只有跟在香柳的身边,才是最安全的,因为香柳灵力高强,总能用一切的办法避免小妖受到伤害,而枪炫呢。 打着爱护小妖的名义,让小妖跟各种男人周旋,还有屠山紧,一句打不过,让小妖都不好说些什么。 大荒那么乱,恐怕也只有香柳,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吧。